哈喽大家好,我是圣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在Mac上面使用语音输入法 也就是说通过说话的方式来输入文字 厉害吧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当你坐在电脑前面输入着你刚刚想到的灵感的时候 突然间就忘记了接下来应该输入些什么 而且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所以如果能通过说话的方式或者是语音的方式输入文字的话 是不是可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呢 是不是想知道怎么用呢 不过在这还没有开始之前请容许我打一个修广告 上号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虚然小揭晓 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上号TV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开启这个语音输入法 首先先点击左上角的Mac logo 选择System Preferences 然后点击Keyboard 再选择Dictation 然后要开启它的话只要按ON就行了 如果要关闭它的话呢就按OFF 另外一个要开启它的方法呢 就是按FM Key两次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选择OK 它就会开启了 第二个这个语音输入法呢除了支持英文和中文之外 它还支持其他语言 在Language这一部分呢打开来 然后选择Customize 在你想要的语言旁边打个GoGo 这样OK它就会自己下载了 这里我们就来测试和使用这个语音输入法 你可以在任何可以输入文字的地方使用语音输入法 打开语音输入法只要按两次FM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转换其他语言的话 只要点击中间这个 然后选择其他的就行 这个是语音教学系列 句号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输入法 句号 它可以用在任何时候 就算没有的 就算没有连接网路 句号 下一行 下一行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欢迎给个赞和订阅 当然这个语音输入法并不完美 它会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它可能detail的比较慢 第二 它有些字可能并不标准 所以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自己手动去更改 第三 它并不会自动帮我们停写标点符号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语言的方式来提醒它 我们要放什么标准符号 在Apple官方里面呢 它有一个列表 不会把连接呢 放在下面的说明完 虽然还有这些不完美 可是已经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了 对了 还有一点我觉得蛮实用的就是 它可以在没有你玩弱的情况下使用 OK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设计巧 很高兴你可以看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给我一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 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面上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三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